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钱万事难 有人因为贪爱钱财而犯罪 导致身败名裂 圣经说 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恋钱财 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传道者身为君王 却看透人生是虚空 他说 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之足 钱财的确会为人带来不少烦恼 一场疾病或是一场经济风暴 都可能使我们原有的财产化为乌有 原本财富是上帝赐人享受的 传道者说 上帝赐人资财丰富 使他能以吃用 能取自己的份 在他劳碌中喜乐 这也是上帝的恩赐 不过由于人犯罪 与上帝疏离 于是被物质驱使 结果就失去了盼望 只有上帝才能使人得到安全感 得到保护和真正的满足 圣经教导我们 透过与上帝亲密的关系 过圣洁的生活和行善 才能积彩于天 主耶稣说 不要为那避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 今天的世界 有85%的财富 是集中在10%的人身上 有财富的人 应该多与他人分享 也要支持教会和传福音的事工 这样我们会更快乐 这也是财富的最高意义 约翰·威斯里勉励我们 对金钱要尽力赚取 尽力储蓄 也尽力施语 让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感谢赞美你 赐我日用所需 以及生活上需要的金钱财富 求你饶恕我 有时很浪费 滥用钱财 有贪心不知足 也有时候吝啬 不肯与人分享 不肯帮助有需要的人 祈求天父教导我 在家庭 教会和社区 有智慧的善用金钱 慷慨帮助朋友 和世界上有需要的人 乐意奉献上帝 并且支持教会事工 使上帝的国得以扩展 荣耀你的名 天父 我知道钱财是短暂的 最终必归于虚空 求你帮助我 借读经 祷告 与你建立更亲密的关系 去思想更多天上永恒的事 这样 我便有平安喜乐 在你里面得到最大的满足 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亲爱的朋友 祷告时刻自五月初开始 鼓励大家在看完视频之后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用email 与我们分享你需要带导的事情 大家一起带导 愿神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